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美人鱼造型哪家墙 唐烟、迪丽热巴、克拉拉众女神化身美人鱼 美人鱼作为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一直以来都被人津津乐道 是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 吸引了许多人争相扮演 其中不乏女神级的明星存在 美人鱼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 也有演员因为美人鱼的形象而走红 林允便是其中的典型 因为参演了美人鱼才开始出名的 林允清丽可人的美人鱼形象让她迅速窜红 也让她和美人鱼接下了不解之缘 随后代言了网游人鱼传说 也是美人鱼的形象 此外 林允还是美人鱼2的女一号 这部电影同样是周星驰指导 美人鱼2上映日期一拖再拖 今年却是先有了翻拍版本的美人鱼上映 有抖音大网红鹏十六和克拉拉主演 有亚洲第一美女之称的克拉拉 参演的电影票房一向不低 但这部电影却是个例外 影片评分相当之低 克拉拉的美人鱼形象 可能就是这部影片中为数不多的看点之一了 但是她的镜头也少得可怜 实在可惜 今年上映的电影中 关于美人鱼的影片还有东海人鱼传2 东海人鱼传2这部电影的评分同样不高 具体剧情不做评价 不过美人鱼的造型还是相当好看的 这部影片中的美人鱼戏份虽然挺足的 美人鱼的数量也有一整个族群 但不得不吐槽的是 这部电影中的水下戏份实在太少了 而上了岸的美人鱼又退去了尾巴 只有下了水之后 才恢复美人鱼的造型 关于人鱼题材的影视剧 还有正在拍摄中的电视剧《御交际》 前些日子这部剧放出了预告片 关于热巴与任嘉伦两人之间人鱼恋的话题 闹得沸沸扬扬 不知有多少不了解这部电视剧的人 以为迪丽热巴是美人鱼呢 其实任嘉伦才是交人 美人鱼作为一种神秘物种 有雄有词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吧 不过虽然在这部剧中 迪丽热巴并非美人鱼让观众们大失所望 痛失一大看点 但在网上 迪丽热巴的美人鱼造型 流传的数量并不少 不过显而易见 迪丽热巴的美人鱼尾巴 都是多才多艺的网友们强行劈上去的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 关于迪丽热巴的美人鱼造型流传 与迪丽热巴酷爱的鱼尾服造型是分不开的 一席渐变蓝色的礼裙 波光玲玲 身材也是挖凸有致 虽无鱼尾 但却像极了鱼人公主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网友忍不住给他安排 上了人鱼尾巴 迪丽热巴出席活动的时候 不止一次地换上波光玲玲的鱼尾裙 酷似美人鱼 唐嫣则直接在礼裙尾部 接上了鱼尾巴 唐嫣摆着美人鱼造型 端坐于高台之上 慵懒中透露着高贵 妩媚性感 与故事传说中的美人鱼 坐在海边礁石上的形象重合了 尾巴造型上有些敷衍 但这意境与传说一般无二 也算是别出心裁的美人鱼造型 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人鱼造型还有很多 比如王欧在综艺节目中 化身美人鱼与搭档进行水下拍摄 上演童话爱情故事中的梦幻片刻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好看的美人鱼造型 没能逐一列举出来 不知能否在评论区 留下你最喜欢的美人鱼造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